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七轮赛斯 今天的辩题是 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不合适 由正方、圣公会、吕明才中学 对反方、天主教国德性中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辩元 正方主辩、伟希同 第一副辩 云正希 第二副辩、徐晋乐 杰辩、关子浩 反方主辩、张丽莹 第一副辩、林药菲 第二副辩、李俊天 杰辩、周嘉林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 拔帅南书院中文辩论队前队长刘冠亨先生 浸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李梓茵小姐 宋记湾、冠立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洪明才先生 现在介绍比赛赛坏 本场比赛分为主辩台上发蚊 一副二副台下发蚊结辩共六个环节 台上边缘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边缘发言时间前 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时间度会有两丁提示 过时15秒则会有三丁提示 介绍本人张打拳边缘发言并提醒评论扣分 详细再规 早前已经发布给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疑问? 好,没有问题的话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有请政方主便发言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C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C 丁 主席、评判、在在各位大家好 今天辩题为 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不合适 中学实施法禁是指对头发定立的限制 用懲罰来要求学生遵守这种规范 主要包括保持头发顶结 发型转装自然 不可以电发或者进行法学处理 头发保持天生缘有色澤 女生头发长过衣领 这些扎好和夹在耳后 流海不可以遮住眼眉 否则要用发复夹皮 男生头发不可以遮过耳朵、眼眉和衣领 他不可以过耳朵等等 而不合适就是指不合时势需求 或者和时代风意不相容 现今香港社会越来越注重人权和自由 1991年6月8日实施的《香港人权法》 赴予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和平集会、家庭无罪等等的权利 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 以及2019年《逃犯条例》修订 都被认为侵犯港人自由和人权 分别导致50万和20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 反映香港社会愈利于注重人权和自由 而早前一名中午学生林泽中拍片讲述 被学校要求剪走长发 并就事件陈起机会投诉 写力争取选择发言的权利 令今天变题认为逸生 要留意的是 今天变题并不是要讨论法禁是对还是不对 而是合不合适 所以我方以后会重复中学生 在生活中最首方面的两方面 社会趋势和泡人风气 心思法禁仍是否合适 首先是社会方面人权兴起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 第一条是人人生意自由、平等、应被同等对待 第二条是不受歧视的自由 人人都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 不论性别、种族、语言、宗教或者社会地位 而法禁要求男生不可以留长发 女生不可以电发或演发等等 但是学生是有权控制自己的外表 男女都有权留长发 人人自由、平等 有场母子称的前立法会议员 梁国雄就在2014年 提出司法复合 实以监狱要求男法人展短发的规定 2020年终审法院裁定 梁国雄胜诉 官司表示 程教署美临能证明 在社会上的男性纪定发言是短发 女性就可以是长发或短发 囚犯人身自由被限制之下 都可以选择点不剪头发 而我们的学生就不可以 难道我们的学生比囚犯更加应该被限制 随着社会越来越注重人权 法禁侵犯人权 并不符合社会的趋势 因此法禁已经不合时间 其次是校园方面 规限放宽 现今中学的女生是可以留长发的 但以前都不允许 例如香港真光中学1936年的校规 直接是禁止女生留长发 香港时事评论员陈凯文也说 去到90年代香港中学校规 依然对学生有很多不必要的限制 女生头发不可以过肩 长头发的女生必须责变 不过以上这些规矩现在都陆续取消 事实上 现在香港已经有中学系全面取消法车 例如香港少卑创业书院 同学可以典发 典发 男生可以留长发 校长许汉林说 校规是由师生一起认为 他指出 我们相信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 其实大家会珍惜这种 有更多自主空间的校园 一直以来 校园发的不断放宽 越来越多规矩被取消 这个时候 仍然坚持要对学生受施发禁 未免行苦残首决 最后想请问有方 以往部分发禁被取消 是不是一件坏事呢 这些取消发禁的举动 是不是反而属于不合时宜呢 多谢各位 政方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59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反方主便 接着有请反方主便 好 你有4分钟的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可以向镜头 准备好 准备好 订阅 主席 评判教授各位 大家好 有方今天的立论基彩 并不是发今合不合时宜 即是在论证中 其实创山有没有自主权 现在社会在开放中 但是呢 今天的变题是讨论是否合不合时宜 不可以挑选其中一个男生可以留长头发 女生可以发型的限制来讨论 必须要看整体发型的限制存在是否合理 以往香港很少讨论中学发禁的议题 直至近日黄昏南中学的林同学 向平机会投诉 質疑校方限制男生留长头发 是违反性别歧视条例 发禁才会引起社会关注 普遍学校的发禁 除了限制男生头发的长短 更加包括头发的颜色、曲直、整洁度、造型等等 而发型只是规管学生整体而用的其中一种手段 目的都是想学生有一个整齐、有条理的形象 要审视今日的变题 我们先要了解演今中学的教育目标 以及社会的角色 参考教育统筹委员会向学校颁布的建议教育目标 其中一项就是个人等教和得行 要培养学生的纪律和智律 学会尊重别人 可见学校的功能不单只是传授知识 亦是要教授学生成为一个有礼貌、有文德的公民 同时透过社交化 学校都需要协助学生适应社会 例如社会有一些约定组成的规范 学校就要确保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要学悉 又或者社会需要发展某些学业 学校就要开办相应的学科培养人才 重点是学校从来都不是先驱者的角色 而是被动地因应社会的转变 和需要作出调整 确保学生能够适应社会 而今天的辩题并非讨论 发禁应否存在 或者是否利得于弊 要做的是否合适的实现判断 所以有方所说 取消发禁所带来的好处 并非讨论范围 若要审视今天的辩题 就要看发禁是否社会的需要 以及现时中学的角色定位 而我方反对辩题原因有二 一、社会接受程度低 取消发禁言之上 就着男生应否留长头发 社会都众说纷纷 但无论是演发、电发等的发型 即使本港的社会风气 越趋开放 但社会大众仍然对中学生 仍然穿着一定的要求 例如要干净整齐 造型不应太浮夸 标其立意 在亲知王国这类的讨论区里面 我们都可以见到 不少的家长去选学校的时候 都会关心校风 而校风的体验往往都是在于学生的移用 例如会不会演发、又会摄衫、又会纹身等等 由此可见大众对于学生的移用 装扮有一定的标准 认为中学生打扮整结 是对于市长的一种尊重 而对于取消法禁 社会大众也普遍难以接受 当然我方明明觉得社会是这样 我们就不改变 就是应该的 但变题不是讨论英国的问题 而是判断法禁是否合适 即使社会大众仍然重视学生而用的外表 现时取消法禁而至上组 而学生学习社交例如 适应社会规范 社会上不同的场合都有相应的社交例如 不论大家是否从业 这些社会规范都是客观存在 而中学依应着这些规范 定立了不同的校规 应由学生去遵守 从而令到他们的学色应用在社会之中 这个过程也就是社交化 而进入社会之后 不同的职业就着而容有不同的规则 例如医生不准带饰物 不准留长指甲 不准弄妝艳 律师、会计师等的专业人士 就要穿西装、西裤等等 这些规矩背后就是对发型的礼貌和尊重 同样道理 法禁这些校规是想中学生 学习基本的社交例如 透过不同的装扮去尊重场合 成为一个能够适应社会的公民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了 认不认同 遵守某些的发型限制 保持发型的整体 表达礼貌和尊重 多谢各位 反方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59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好,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反方主便发问 发言时间为1分钟 之后反方主便会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也都会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提问和准备一样 在限时到达前15秒会有一丁提示 之后就会有两丁提示 之后就会由反方 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正方主便发问 请评判注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反方分至第一格 依前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好,现在有请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发问 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会可以向镜头示意 可以 评判 评判作者,各位大家好 有方刚刚就说教育的目标 就是教育同学注重品德和得行 但是方行可不可以认证到 现在我染了法 我留了诚后法 是否代表我的不幸得行不好呢 我染了法,我留了诚后法 我一旦可以成绩好 一旦可以很有礼貌地待人 多谢各位 好 现在是反方主便的准备时间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可以我们准备计时 叮 主席,你好 我是评判刘冠亨 我看到分字那里 应该有另一个评判 填了我那张分字 想看一看可不可以改变 是 哦,好 等我 等我 是哪位评判 填错了 哎,不好意思啊 是我啊 我填到旁边一张 谢谢 好,不要紧要 谢谢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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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主便 现在有请反方主便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是 准备好 叮 主席评判 各位大家好 首先很感谢有方的提问 其实呢 我们现在要看回染金的社会 并非有我们所说的趋势 染头发这些是社会的大众 是接受不了的 因为其实现在可以看回 亲自王国 他里面那些家长问的 例如 亲自王国有个家长曾经问过 有校封是比较好的 Bang Free 学校 其实呢 这些都可以看得出 其实呢 社会大众对于一个学生的拥有 都仍然有一个要求 有一个标准在 并不是说大了 不是说自由 就是大了 染头发这些其实都要看回社会大众 接不接受到 那就是要看回社会大众 接不接受到 才可以认证到今天的变题是否合时议 并不是说现在趋势是这样 我们就是合时议 多谢各位 好 接着是反方的提问时间 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边缘发问 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开向 求试 可以 定 主席评判 各位大家好 正如今天我方主编所说 培养学生品德一直都是学校的首要目标 然而有方就说要人权要自由 那我想问有方同学 如果连发这些最基本的移用规定 最基本的学生的品德都不合时的话 那有方要怎样才可以令学生明白到移用的重要性 但是有方觉得移用根本就不重要呢 多谢各位 正方主编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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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好 好 叮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有请正方主便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撕 叮 谢谢各位 大家好 多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其实变发演发 其实是不影响学生的品德的 多谢各位 好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第一副变发 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撕 士麦 士麦 请问 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 可以 主席 评判 各位 大家好 首先回答一方同学提问 你们就问 有些行业 例如医生 是否不能研发 要专注力 但因为我们的行业是有特殊的 又是较为特别 例如军人都不能研发 这些我们当然知道 其实我们两方今天要讨论的就是 这个中学生 还有一方同学今天也很关注 关于社会趋势 之后你就说了 这个中学的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用来释现社会 但其实社会有什么法禁呢 还有一方同学 你们经常说 网上讨论区 家长很着紧 学校的品德 但想问一下 网上讨论区 有人真的代表一切呢 想问一下 有方同学 你们有没有资料 说网上讨论区有多少人 那些人有没有权威性 其实有方同学今天犯了两大错误 第一个错误 在有方同学的定义那里 你们就说学校 不只是看学生的成绩 其实还看品德 其实你说得很对 有方同学 但一个人的外观 并不可以代表他们的品德 有方同学觉得 就验了化电脏化 这些学生就一定是化学生 要令到学校的学生变差 但其实他们的品德 是不会因为他们的电脏化 或者电脏化而改变的 他们也可以继续专丝 中道 难道那些学生的品德 会因为他们的发型 而去改变吗 有方同学第二个错误 不用有方同学第一个 论点前半部分 你们就说 没有了法禁这条规矩 可能令到学校的校风变差 但当法禁已经变得不合时 那时 大家都是不会介意的 就是当大家在街上 看到有一个男学生 已经留了长头发 那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正常 就是因为法禁已经不合时限 所以校风是不会变差 反而大家都会很欣赏 这间尊重人权的学校 我方主面所说 一直以来 校会都不断放宽 其实是想给一个自由学生 根据美国波罗拉多大学 博异得分校心理学家 Richard Dirichko 在1972年指出 当年的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 会产生不愿化的感觉 做一些被禁止行为 反而可以消除这种不愿 所以才会发生 当人们叫我们不要做某些事情 我们就会有偏要做的现象 和在学校的情况一模一样 学校次立法禁令到 学生不可以做楼墙头发 学生不可以研发和变发等等 反而令到学生 更加想为自己做一个法议 因为教育局发觉 其实教育界 其实发觉实施法禁 是无法管制学生 所以才会逐步取消法禁 对学生的管制 例如学校禁止你带手机 也就更加上带手机上学 相反向香港兆机 创业书业行的政策才是有用 学生的学习既不会受到影响 尤其有自己喜欢的法议 所以教育界才会帮宽法禁 就此可见 学校实施不合时议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你们觉得用什么判断 一条校区是否合时议 可否举出一条不合时的校区 还是你们觉得香港所有校区 合时议呢? 谢谢各位 反方 物证方第一副便 发言时间为3分11秒 无超时无所扣分 师妹 不好意思 听到听到 接着是反方第一副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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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序族国 听不听到? 听到 听到 准备好 好的 谢谢 主席、评判 序族国 大家好 听完尤方主辨 发言尤方同学 其实都认同了我们对于发感的定义 是要讲整个头发整个发型 但尤方同学今天很奇怪 他只是跟我们论证说 男生不准留长头发 这个叫做性别歧视 他只是论证辩题的一部分 然后就跟我们说 所有条例都应该取消 然后有方同学 在他们的论点一又说 觉得自由大了 做什么都可以 而我们不妨拆开辩题 来看今天双方的分体 一、实施发禁 有方同学 首先很感谢有方同学 认为了我方对于发禁的定义 但是有方同学 这很奇怪的 觉得只是男生不可以留长头发 才是发禁 才是叫做性别歧视 所以发禁就不合时 其实有方同学 讲到尾都是赞成学校 是要对言容作出规管的 他们反对辩题的原因 就是觉得男女不平等 所以要废除 其实如果出于公平的原因 要统一标准 我方是绝对支持的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要取消所有的标准 同样地有方同学 觉得一致地可以留长头发 不代表现时 学校对于发型的各种限制 包括不可以演化、电化、标期、立议等 统统都是不合时宜的 他问有方同学 到底社会大众有多少人 觉得要取消所有发型上的限制呢? 二 香港中学 有方同学很搞笑的 不断跟我们说 我取消了发禁之后 香港社会 或者是中学 可以变得有多么自由 又说可以让中学生 可以有更多的权力 体现更多的自由 首先有方同学 为什么学校 规定学校的学生的发型 扎起头发 就是叫做侵犯他们的自由 按照有方自由 就大了的标准 什么都应该取消的标准 其实说到尾 是不是学校所有的校规都不应该存在呢? 其实有方同学在台上发明的时候 他们都承认了 我们是要看义用的 但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就跟我说 电化、电化不关义用事 但有方同学问你一句 为什么呢? 其实有方同学说到尾 就是觉得我发型 可以单独抽出来来说 发型是不关义用事的 但是在座各位 你们有没有见过人呢? 面试的时候 穿着西装很细腻 可见有方同学 可见有方同学 可见发型今天是和义用分不开的 有方同学今天根本就说不过去 其次有方同学 既然都认同了学生与学义用 但其实社会上根本就没有有方说到这么包容 有方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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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不应该拥有更多的自由 而是就现方去讨论法禁合不合时 可见有方的标准 根本就不合理 说到最后 现阶的香港 有方同学说 香港社会自由开放 又跟我们说社会有200万人上街的例子 首先 有没有200万人一起上街 说要取消法禁 所以法禁就不合时 首先有方同学 然后是不是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是否代表开放 就是代表所有规例都要取消 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是要求要取消所有的法禁 其实就连有方同学说 我议员说要取消某 取消那个法禁 都只是在说流场合法的条例 然后有方同学又跟我们说 社会幻想认识到社会开放 但其实有方同学只是在说趋势 不是在说现方 多谢各位 反方一副发言 时间为3分07秒 无超时无需求分 接着是整方第二副变 没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好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 可以 准备 订阅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其实有方同学只是说我方觉得学生 只是可以留长头发 但是我方一副所说的学生都可以演发 变发等等 反而有方同学是看得很片面 有方同学其实有两个错误 一 刚才有方同学的二副所说 那些同学的发言标期立二 就会令到同学上课的时候分心 其实当你的发言长期标期立二的时候 其实同学看得久都没有生意 是不会分心的 例如你的隔壁是个爆炸塔 当你看到时间看可能会觉得很生意 但是时间久了你都会慢慢的习惯 再且当发禁取消的时候 每个同学的发言标期立二 每个都会觉得很正常 因为标期立二的人不再有什么特别 刚才有方同学的二副所说 男俩有别 规矩自然就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分别 会需要不同的规矩去限制他们呢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 不论性别、种族、语言、宗教 或者社会地位 学生有权控制自己的外表 男女学生一样都可以留长头发 我见这些规矩有其是成分 我方开篇解释了人权的理念 而他的原头又是怎样呢 人权最早出自于英国十三世纪的大现象 本身是保障贵族的权利 不受国王侵害 后来先确展至每个人都拥有这些权利 而学生亦都需要人权去保障他们 确保学校不会侵害他们 而学校又会为什么侵害了学生的权利呢 就在今年就读天水为循道 我为你中学的王荣熙 他说中四的时候就开始留长头发 去年四月训导主任说他头发太长 一定要剪短 王同学坚持保留他的长头发 后来给校方要他在医疗室试信上课 他说直播收音和画面都很差 黑板上的字也蒙茶叉 训导老师说他一定要剪短头发 才可以在学室上课 同学说他网科现在失去化学的动力 整天迟到欠交功课更加严重 感到沮丧 还想自杀 大家听到这里 是不是都会觉得整件事不合逼呢 就关校方要他网上上课 其实王同学只不过是留长头发 而且他的发型有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习 有没有影响到同学 为何要他网上上课 再说老师要他剪头发就可以免受 其实上学是为了读书 学校就因为发禁这条规矩 令到他要是一个恶劣的学习环境上课 学校是不是本末导致呢 这些规矩还不合乎 现代的需要呢 多谢各位 正方第二副变发型时间为2分54分 不好意思主席 我想问一下 有方一副是否说了Band Free的Band字 请问是可不可以说 他说呢 学生的家长就在讨论区讨论Band Free学校 有没有好校风的Band Free学校 等我问一问清楚先 不是一副说是主席 不是一副说是主席 是主席 台上的 可以说一会儿 是可以说Band Free 所以 Band Free就不行 OK Sorry 可以了 要说第三组别的学校 不可以说Band Free 不可以说Band Free Sorry 给一点点时间 好 那评判就可以 看看自己会不会扣分 就着Band Free的线索 好 因为本身Band Free 是可以说第三组别的学校 好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的话 那现在就 到反方第二负面的发言 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很可以向人镜头 试咪试咪试咪 听不听到 听到 可以 好 叮 主席 主席 评判 着着各位 大家好 来到义呼 我们不妨看看双方的分歧点 首先开放程度 其实有分钟都知道 有分钟都知道 有分钟主席开张明月 跟我们说 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看合不合适 结果有分钟接下来的点 是我们论证什么 论证趋势 但我想问 其实有分钟论趋势 是不是论证现在社会 合不合适呢 为什么有分钟要论证趋势呢 其实因为有分钟都知道 现今社会就是因为有种种的规范 我们要去适当的场合 适当的场合 适当的尊重 而这种尊重是重要的 有分钟都反对不了的 第二 得幸的重要性 我们刚才前场 台上问有分钟 得幸重不重要 有分钟回答我们什么 有分钟回答我们一句 得幸都重要的 但问题是不是 原来今天变题 一句就可以论证到呢 那如果变题今天一句是论证到的话呢 那我们我不需要打这份稿 有分钟回答 我只是说我不贊成 那就可以了 有分钟回答 是不是先 但是为什么 要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有分钟都知道 得幸的重要性 再者 有分钟回答到 医生不可以有一些 标其立二的发型 不可以 可能他都要整体的语言 其实有分钟都知道 因为背后的原因是尊重的 有分钟回答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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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不可以有些规理 其实最后有分钟都是自身矛盾 有分钟都知道 其实现今有些场合 有些工作是要 有些适当的移用 那为什么学校就不可以教他呢 这里就有第三点 学校的作用 有分钟就觉得 今天学校 是要打破规矩 是要 在一个体现自由的地方 有分钟同学 他误会了的一个地方就是 今天是 今天是 我们学校 是要教育 有分钟同学 是要教育我们的学生 适应社会 其实如果今天 用有分钟的逻辑 我们只要不影响学业 就可以 我们体现到自由 根本就不需要规定 学生可不可以讲粗口 不需要规定 需不需要最后果 因为这些规矩都不会影响 学生的学习 自由大了 像有分钟所说的 但问题是 在于中学的角色 是不是只是教授知识呢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回補答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回学校而已 而有分钟最大的问题 他是看不到 中学的学校的角色是什么 根据教育局的指引 得育的培养 是中学课程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有分钟都知道的 而中学除了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 令学生知道 怎样做人 是有责任感 是有礼物 我们要适应社会 而我方主编开始 已经举了不同的例子 更加社会的规范 一直存在 例如去歌剧院 或者高级餐厅 都要穿西装西裤 而我方和我一直 无时我方的例子 而我方和我今天 和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说 我们虽然发言是自由 我们自由大了 我们不可以 因为我们 但事实是否这样呢 事实是 我们一个发型 一个移用 是一种礼仪 亦是一个 表示尊重 而最切身的例子 其实我们今天 为何要星期六 穿着下方比赛呢 是因为尊重裁判 裁判 裁会以及对手 多谢各位 反方义父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雙方各有兩人發問 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便員開啟鏡頭並示麥 可以 好,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請向鏡頭示 可以 請 其實評伴授,各位大家好 小方同學剛才我學校對學生發言的規範 是為了幫助學生適應社會 但是,是否發言便可以幫助學生適應社會呢? 社會又不是只有有幫同學所說的幾個職業 既然你說有幫同學所說的職業是律師和醫生 但是這兩個職業都沒有法 究竟有什麼職業是對他們的自己是 推定他們的法定 那為什麼 研發、研發這些又不是幫學生適應社會呢? 各位 好 好 反方現在有1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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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電源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 好 丁 各位大家好 首先入方洋學問我方到底有什麼職業要規限 有這個法型規限 好,入方洋學你自己也會說 是醫生的,入方前場就在說 我方答你是醫生 然後再問入方洋學問 法禁怎樣幫助學生去適應社會 好,我們拿回醫生的例子跟入方洋學說 醫生就要規定他的法型 如果你在學生的階段就教定他 因為法禁不僅僅是表達到我們要規限的法型 更加是說我們要怎樣去保持我們整個言容的整潔 就好像我們去面試一樣 我們都是要穿西裝 要把自己打理得好企理 這個是我們出道社會要去做的事 然後我們在這個時候 在中學的這個階段 我們去教他說 原來是保持這個法型的整潔 可以令到我們保持到儀容的整潔 那這個東西正正可以適應到社會 這個就是學校的社會定位 他教學生怎樣去適應社會 怎樣去尊重這個場合 怎樣在適當的時候表現出適當的態度 正正正就是學校的目的 多謝各位 現在有請凡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正便員開啟鏡頭並進行試咪 是聽到嗎 聽到聽到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試 準備好 而非認為毫無法型限制 而法庭裁決也指 政府解釋不到男女標準的分別 才敗訴 而懲教之後 都是統一了男女法型標準 而非取消 想問有什麼法庭裁決或者人權宣言 或學校設立法型限制 本質就是有問題呢 多謝各位 正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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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警方派出一位便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回答時間 準備我可以向鏡頭示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在在各位大家好 其實有方同學說 梁國雄那些事例 是因為男女性別歧視條例 但其實那個是講人權宣言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 不論性別、種族、語言、宗教 或者社會地位 學生都有權控制自己的外表 男女學生都一樣可以留長頭髮 這個就是人權 多謝 好 現在有請 正方派出一位的台下便員發文 開啟鏡頭還是示威 示威示威 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 你有一分鐘的發文時間 準備我可以向鏡頭示威 可以 定 其實整個事宣言都在追求自由 和人權 但有方同學說 其實一個香港的討論區 就已經代表了 整個香港對中學生的移容 是不讓他們去驗發和墊頭髮 有方同學這個論證責任 是不是太低了呢 是否只要有一個人去覺得中學生不應該驗頭髮 就代表了整個香港的質疑呢 多謝各位 反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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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下的发文 是 听到吗 听到 你有一分钟的发文时间准备开向镜与点栏目 准备好 不是军人 律师 会计师 甚至连便利店职员都要穿制服 所以移用规定根本不是特殊行业才有 而是社会普通规范 更重要的是 按照友方人权至上自由最重要的逻辑 军人 会计师 律师 所有职业 所有移用规定 是不是都侵犯着他们的基本人权呢 这些规定是否都要取消都是不合适的呢 都是各位 好 正方现在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谢谢 gi 谢谢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派出一位辩议回答 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我可以向镜头示 主席,可以 叮 主席、评判、作主各位,大家好 很感谢有方台的提问 你们就问我们,在一常生活上 这个法庚是一个尊重的行为 有很多人,例如面市那时 人们穿了西装,但不会验法过他 还有你们说的,验法是尊重我们 但其实我现在都见到有一位评判是验了法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不尊重我们 还有方同学经常说社会,社会,社会 但其实我们现在说中学 我们就是想给自由中学生 根据我方主席所说 其实是香港少计创业书院 这套方法才有用 为什么呢?他们给自由学生 其实这个规则是他们定立出来 他们的违规机率更加低 还有一个人 有方同学问我们 其实是说 有什么行业,军人医生 这些没有法禁 这些就是有法禁 所以我们给尊重,不应该嫌法 但其实医生里面都是没有反处 所以行务部都是没有反处 各位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是结变的准备时间 双方结变有一分钟的时间再准备 开始计时 1 2 2 2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先由反方结电作总结 只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开向镜头指 试咪试咪试咪试问听不听到? 听得清楚 听得 Matter 試试咖试 coisa 认识比赛 看到对赛商方被茶裟戴着脱衣 拖着拖鞋 掩 phenomenal pant 又有纹身 戴着耳環 发言愿不 crisis 缺席 多谢各位 大家好 以上我说的所有东西 统统都与变后的能力无关 亦都不会影响到辩论的内容 但我们可未可以说 开放一些 自由一些 整理容易用 穿整齊校服這些都已經不合時宜 我們是否真的將移用視為一種純粹的個人自由呢? 其實人與人的相處是必然會存在誤解的 而這些誤解要透過溝通才可以消除 而有效的溝通除了要交代出自己的想法之外 其實態度也同等重要 同一句話可以是出於不屑或者出於尊敬或者出於友善等等 接收者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所以現實的溝通充斥著形形色色的社交禮儀 但是握手鞠躬打招呼 在友方眼中只是一些無實得意的動作 你好只是一組套語 都未必代表真正關心他人 不做以上的行為都不代表你的人格有問題 但是對於第三者而言 他絕對有權覺得你不尊重他 不想再跟你溝通 同樣的道理、整齊、端莊的外表 為什麼就不是一種尊重他人的方式呢? 今天岸方固然希望大家可以完全消除所有的社交規範 人人對外表有絕對的自由 但是社會風氣的改變從來都是循序漸進 正如古代極度男專女卑的社會過度成現金男女平權的社會 過程都是廢除窄腳、廢除一虎多妻 確保女性教育權利一步步走到現在 大家會討論轉一步的平權 但我們從來都不會用現在的標準去批判當年政策的改變不夠快的嘛 同樣地這一刻來講爭取男子留牆頭法 是社會討論而用要求的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有討論就並不代表要立刻全面取消所有的法金 亦都不能夠不負責任地否認法是有它的社會功能 就好像我們今天對賽雙方對辯論比賽的尊重都絕對是一難無為的 這個才是對於場合應有的禮止嘛 對比起剛才開始所講究竟是穿著便服染了頭髮的 這樣的辯論員可以顯示到更良好的印象 比在座各位評判還是穿著整齊校服 頭髮都縮得一絲不久的辯論員呢 相信無論是評判還是在你我心中都已經有了答案 今天有方什麼都不聽 我方主辯已經清楚地說出學校不單止是讀書 但是有方一副就說沒有聽到 說我方覺得學校只能讀書就可以了 到了有方二副又是什麼都不聽的 說我方講到法型標其立異就會令人分心事 其實我方從來都沒有這樣說過也不是這樣覺得 到底有方今天是有讀有字讀字的態度是不是尊重辯論呢 其實今天歸納有方同學原來只是一句 法型不影響品德就可以當論證了變題 今天有方只是看趨勢 因為有方都知道現況是需要發禁的 社會上大部分人都未必可以接受到 再者今天有方和我自相矛盾 明明主辯已經開了名義地說 不要只看好處和壞處 結果到了變位的時候當然跟我們說趨勢 完全不知道有方今天取態是想怎樣的 再者 今天有方反對我們反對我方的標準就是因為沒有遊行 所以就反對我方 原來在有方眼中遊行才可以表達到民意的 但是今天有方在主日二節從來都沒有舉出過 因為想要取消所有法禁而上街遊行 原來有方都達標不到自己所說的標準 所以今天有方的標準完全就是不合理 最後希望你也能夠見證到社會黑板印象被徹底打破 發禁的意義 不再是和社會接軌 我們能夠擁抱自由價值的一天 多謝各位 反方結辯總結節發言時間為3分56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最後由正方結辯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試 可以 謝謝 主席平凡著作鬼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校園生活中那麼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兒子呀 你的頭髮很長 而且你染了髮 不要啦 不要啦 快點去剪頭髮 不要染髮啦 關同學 請你留一留高 哎呀 你的頭髮染了髮 你的頭髮很長 哎呀 這次就不罰你了 快點去搞定它 其實呢我都暫以為常了 本身我很喜歡染髮和留長頭髮的 因為覺得這樣很有型 但那個校園和社會好像又不准 不准男生留長頭髮 正當我以為我整個生活就感到過的時候 臨同他的頭髮就行通出世了 這件事呢 令我又和我的同學深有共鳴 又開始到 發感這條規矩是不是真的印象社會適用呢 我只不過把頭髮留長一點 染了頭髮 我又不是品德有問題 選擇我自己喜歡的髮型 我成績又沒有下降 我又不會做其他傷天害理的行為 為什麼不讓我染髮和留長頭髮呢 今天有方同學呢 雙方呢 雙方呢 雙方的爭論點就是人權和教育 而有方同學一直在說趨勢 雙方不要說趨勢 但是有方同學都會說 但是時宜呢 現在現今和未來其實相互相成的 是時勢 和現況其實相互相成的 有方同學都會說 時宜就是符合時勢的要求 時勢的要求當然包括未來 有方同學一直在教育方面就好注重品德 就覺得中學就一定要教導人品德 中學就會教導社會的規矩 但有方同學 大學都是校園 大學是沒有法感的 為什麼 可以呢 我方的主編也說過有一家書院是沒有法感的 但是他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其實證明了取消法感其實是可行的 有方同學一直覺得 外馬就等於品德 但是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很多因素都影響於品德 你見到那個老婆 馬路去扶他 但是你染了頭髮 那不代表你是沒有品德 更何況 有方同學一直在說社會 但是現在你在街上或者去房署 去圖書館 去問一些職員的 你看到職員那裡有染頭髮 有漏長頭髮 你是不是覺得很有問題呢 人權方面 今天有方同學對人權根本是避而不疼的 有方根本就不著重人權 他就覺得 一定要限制人權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 我方就很注重人權 為什麼 因為人權是人人生意的權 其實有方我方都在享受 但有方根本就對人權避而不疼 可能這麼快在40年前是可行的 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人覺得有問題 你不聽話 我把劍尺打你 不讓你吃飯 甚至乎虐待你 但當時的人 根本就不覺得有問題 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這些概念 但現在 可不可以呢 相信大家這樣知道 這樣做是被警察拉走的 因為以前的人根本就沒有這些概念 但是 就因為有人提出新的概念 有人覺得是可行的 那些人就慢慢開始跟從 整個社會的行為就改變了 那些規矩就要改變了 就用來看法 以前的人覺得 眼下出考止 延宵就出高途 所以也會以佛作為 教育的理念 但又總之又覺得 這樣做是不對的 理念慢慢出現 慢慢有人 就不用佛來做孩子 最後看法的規矩就取消了 這個規矩如果根本想時代的變化 又沒有理念 就顯示這個規矩是不合適的 就例如現在法案 法案在社會上其實沒有的 在大學校裡面是沒有的 為什麼中學生 為什麼只有中學有呢 現在慢慢都有人開始提出 對法案的一些質疑 就是有嘛 就是慢慢開始有些人提出 不合理 慢慢不合理 那趨勢就會越來越大 到最後就取消了 各位 比賽現在告一段了 那可以給一點點時間評判 可以計算一些分 給了一些分 先 謝謝 好的 好的 乾 提評判最佳辯論員都是要額外評分的 每個評判就選擇三位表現較佳的辯論 然後再分別給分數 最佳的位就給30分 第二位給20分 最後一位就給10分 現在有請劉冠亨先生可以給評判 我還在整理分子 可不可以給我一點 好不要緊 主席我一張分子可以的 好謝謝 謝謝 如果請另一個評判先說可以嗎 抱歉 那可不可以我先說 不好意思 現在有請 洪明財先生可以給予評語 大家好 都很感謝大家的準備 我對於大家的理解 我想從兩個角度去說 第一個就是不合時的理解 其實我覺得政方開出來都很正勞 就是現在可能香港出現了一些社會趨勢 如果法禁違反了 就是不合時 然後反方就說 其實我們看不合時 要看就是究竟 法禁這件事實行的時候 其實這個限制 有沒有它的社會功能存在 如果它有它的社會功能存在的話 其實它都不算是不合時 而我覺得今天討論不合時的時候 其實反方有一個第一個論點 就是這個社會 都依然對法禁這件事有保留 但這是不是一個很強的論點 可以證明得到它還不是不合時呢 我覺得值得相確的原因就是 因為反方沒有一個很強的證據 或者數據說 譬如有一個壓倒性的民調 譬如說 可能有百成的人都覺得不應該解除法禁 你真的從一個實現的層面去說 就是說 現在這個社會是沒有共識 是依然飽受爭議 起碼就不符合現在社會的理解線 但是如果反方沒有一個很強的民調 或者這樣說 這個社會都依然在爭議中的話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很強的說法 因為無論任何一刻 都一定會有些人對某一個思想 某一個行為是表示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政方是沒有可能認證到 有一件事是不合時的 但是我覺得 政方有一件事是要說得出 如果當反方是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政方應該轉一步說 就是 就算今天有人反對也好 我相信你也不會反對有人反對法禁 例如林同學的個案 有些中學的校長 有些中學的老師都是反對 但是你怎樣去說 他依然都是會合時 其實就是可以理解 就是一個時勢或者一個潮流 是怎樣 那個原格的過程是怎樣 譬如我們一個新的潮流起 就會誕生了 然後他就會把它推翻了一些舊的思想 譬如就好像法禁一樣 他誕生了 我們要提出法禁 慢慢演變下來 其實他有沒有機會可以推翻 以前覺得法禁是有必要的這種思想 我覺得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有沒有一些新的思維出現了 譬如證方有嘗試說 就是一些可能人權的重視 或者甚至乎其實 雖然今天政方沒有特別多提 但是其實我覺得 可以想多一步 其實是對於整個性別定型的理解 就是他們的近期就是 社會越來越重視 性別多元 我們對於男同女的那個印象 都不停留於可能 男生一定要短頭髮 女生一定要長頭髮 這種社會的人像 所以其實 證方第一個可以嘗試去說的 就是你對於整個社會的那個新的思想 有沒有一些改變 二來我覺得可以討論的就是 正正是反方想強調的社會功能 就是你這個舊的那個思想 就是你繼續實施法禁 還有沒有一個很強大的理據去支撐到 如果你覺得是沒有一個很強大的理據去支撐這個思想的話 其實你可以預示到他將來 他有機會是會不合時 或者是他即將不合時 或者是他已經不合時 那就視乎你怎樣去理解法禁的社會功能 所以都延伸到我第二項想說 就是今天雙方對於社會功能的討論 我覺得反方今天嘗試去說 就是法禁有他的社會功能 我同意的 是有可能他說的那些紀律 可能牽涉到一些可能易用 尊重的一些可能學習 但問題就來了 究竟實際上 是不是就沒有法禁 就等同於你的那些中學生 就不能夠學識到尊重易用 就不懂得去尊重場合依著呢 我覺得這一點對於我來說 我聽了整場比賽 其實反方是不能夠很直接去證明 究竟兩者有什麼必然關係 但我覺得同一時間正方 當反方不能夠直接證明到兩者的必然關係的時候 其實正方你都沒有做好自己的一個 就是我叫做論證 就是沒有做過一個公防的責任 就是你沒有嘗試指出就是 反方已經沒有論證過這件事 嘗試告訴評伴 就是反方所說的社會功能已經不存在了 我覺得其實反方已經不太能夠回應到你的時候 你應該直接一意乎的時候 就應該和大家說 其實反方所說的社會功能 根本有一天論證不到有必然關係 所以實質上他所說的社會功能 其實可能實質上可以反過來說 其實你所說的社會功能 根本就沒有必然關係的時候 你所維持的法禁 只不過就是停留在那種不合時 覺得學生一定要管的那種思想 我覺得整天正方可以嘗試這樣說 然後第二件事 我覺得正方是沒有善用到自己手上的例子 譬如你手上有個笑機創意書院的例子 譬如你會說大學是沒有法禁 但是你又沒有善用到你的例子 譬如你可以嘗試怎樣用呢 譬如你說到那些學生沒有法禁 就不懂得尊重場合 就不懂得可能沒有那些社會法規劃 那現在笑機創意書院 是不是又好像你說到這樣呢 大學的學生又不是真的好像你說到這樣 即是不懂得尊重場合呢 我覺得其實當反方提出這個論點的時候 其實正方是有更加多的一些打法 除了質疑對方是否有必然關係之外 其實你對於你手上的例子去運用 我覺得是值得可以用得多些 這就是對於第二件事 我想說就是社會功能的探討 就是大家未能夠完全觸及到 究竟是否真的存在社會功能 所以延伸下去就是 我覺得第三件事就撇除大家今天的討論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其實 校規或者你不要只看法感 你將法感理解成為一個校規 究竟校規的設立建立 其實原意是什麼呢 其實正方可以嘗試把校規演繹 做的是一種對於學生的不信任 就是我怕學生會不做某一件事 所以我就要設立校規去監察他們 但你可以進一步說 就是如果我們跟學生的關係 是建立於一個不信任之上 那我們又如何教一個學生去信任其他人 或者私生的關係 在正方的理解底下 是不是真的好像 譬如特別是香港這樣 就是每天檢查你的頭髮 就是好像一個監察和被監察者 其實我覺得正方可以說多一點 就是有提過一些例子 譬如軍人 這個是不是都有法感 但我覺得其實正方可以進一步說 就是學校是什麼 就是學校不是軍訓 學校不是要求大家都一式一樣 學校有更加多的可能的空間 甚至乎我覺得可能正方去到後場 可以說多一點就是 就算哪怕出現了 你所說可能有些同學 標期立議的情況出現了 但是中學是不是 就是容不下這一點反叛的空間 是不是完全沒有這個空間 可以存在 這個是否真的教育的本意 我覺得對於正方可以 嘗試從規矩的設立 進一步說 意思就是 中學是什麼 我覺得中學其實是 有存在 容納學生有反叛的空間 因為 他不完全是 一個軍營 不是軍分 不用大家都一式一樣 不是紀律 我會覺得 指高無上 然後對於反方來說 如何理解 校規 在你的主線 可以怎樣應用 就是 你可以追溯的 就是校規的設立 無非都是希望大家 有一個紀律 和服從性 而這一種 你怎樣去演繹 你的主線 其實你可以轉一步 說就是 對於中學生的心態 你可以理解 就是 中學生就是一個 可能有一個 沒有那麼成熟 去到 過度去大學的一個階段 就是一個過度的時期 其實學校的 校規制度建立 就是幫助這些 成熟 或者在培養 價值觀的一些青少年 去學懂 就是如何遵守校規 遵守這些紀律 然後才會培養到 會適合這個社會 也都是正正你們可以從 校規制度建立的 那一套 背後的理念 就可以嘗試 套到你們的主線上 那我大概的評語就到這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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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鴻炳財先生 那現在請李智欣小姐 可能可以給我們給我們 給予評語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大家好 那就辛苦大家了 早上九點鐘 上學校打比賽 那我先說場比賽 其實呢 我就覺得場比賽呢 不然這樣 我先由正反方的角度去看 那給我的感覺 今天正方的最強打出來的東西 就是自由 和趨勢 那去到後場呢 正方是怎樣判斷 什麼是合事 什麼是不合事 他的說法很簡單的 第一 不可以傷天害你 第二就是不可以影響成績 但是原則上呢 你把這套標準套進去很多校規裏 大部分的校規都是不合事的 例如說髒話 要穿校服 舉手去廁所 小適才可以買東西吃 走廊不准奔跑 原則上這些所謂的校規 都不會出現你口中傷天害你 影響成績這些情況 所以換言之 今天正方 比較大的問題是 第一 如果你單純把變態簡化 簡化到做 其實他 只要那件事不犯法的話 他就不應該成為一個規定 因為你覺得自由的程度 是去到他不傷到其他人 影響成績 已經是一種自由的話 其實是不貼近現實中 對於校規的形質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即使你真的希望這樣去理解 或者這樣去打這個變態都好 其實去到後場 也不是後場 是中後場 政方有一部分的資料論據 不是很論證同一樣 因為政方其實今天 他最大的論證方法就是 不停去講一些人權的宣言 甚至可能他一副會說 其實校規是不斷放寬的 因為你越禁他反而就越想做 這個邏輯我是有聽到的 但是實際上 你有沒有舉到一些很實際的例子 其實也有的 去到結辯 結辯說體佛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說服力是強烈的 即是你去說 體佛這個東西以前的人覺得很有效 現在的人覺得無效 因為我們的教育觀念有改變 所以不合時宜 當然反過來 你將體佛這個邏輯套到法禁 你也要解釋到 到底在社會的轉變裡面 法禁這個東西出現了什麼不同的 認知從而令你覺得法禁也不合時宜 因為體佛很簡單 就是我們以前覺得那些年輕人 是應該透過我恐嚇他 令他承擔相應的後果 從而令到他知驚去服從我們 但是現在我們就覺得 其實你這樣是沒用的 因為會對那個年輕人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 或者其實對於他來說 成長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就用另一套教育方法 所以反過來想 正方比較需要的是 就是說得出時間點 由以往到現在 到底有什麼很大的改變 令法禁這個東西成為了一個可以被淘汰的東西 這是第一件事 而反方就是另一個問題 反方今天就很強調一件事就是 就是學校的功能 以及學生要有的良好形象 例如你覺得做醫生、律師 不可以染頭髮、電髮等 你的標準就是要跟社會接軌 但是正如正方所說 如果你覺得要跟社會接軌的話 那就要跟社會更加一色一樣 就是你在學校模仿一個社會的環境 變相其實發感的需要性 真的沒那麼大的 因為你覺得要令到學校環境 跟社會環境差不多 從而你可以由學校去瞭解 跟社會很相應或者很接近的規範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反方你本身未必真的想這麼大的 但其實去到口場你就越來越貼近這個方向 所以反過來 我給反方的建議就是 其實在這場比賽裡面 我覺得反方要打的反而是 到底學校規範和社會規範是否一樣 我覺得反過來 應該是嘗試去釐清兩者的分別 原因是 實際上 社會規範就是 好像正方所說 你不傷天害你 你不犯法 不影響其他人 其實你已經可以在社會上 享受了很大程度的自由 但是學校培養你 是不是培養你出來 成為一個可以在社會裡面自由的人 其實不是 學校希望你成為一個社會公民 或者良民 或者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簡單來說就是社會動良 所以 反方反過來可以說 這個就是 在學校這個設定下 學校對於學生的一些要求 是應該嚴謹一些 是應該比社會相對嚴謹的 而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社會現實 例如說髒話這些例子 你就會看到其實學校說髒話的人 但是你出到一個社會說髒話 你是不會有很大的後果 除了你被人的形象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 會不會其實在主線的設立上面 應該反過來 去把學校這件事 拉過一級去說 就是去說其實學校本身 希望培養的 就不單止是正方說那些 不傷天害利 奉公守法的人 應該多於這個層次 這是第二件事 然後在技巧上面就是 第一 我覺得今天雙方在用字上 或者在嘗試去回應對手上的字眼 未必好準確 例如反一會有很大部分的篇幅出來說 性別歧視 男生留長 第一個框架是男生留長頭髮 對不起 正方只是出來說 男生不應該留長頭髮 那電髮呢?驗法呢? 那我就會有一個好奇的地方 其實反方的立場 是否覺得 其實男生是可以留長頭髮的 只不過是他不開電髮驗法 因為這些更加影響到他那個 那個形象 這個是有一個疑問在這裏 有例如好像是 都是反方 不好意思 因為反方就不停說 有一個方同學 論證的開放程度 就是同學方說 趨勢 主辯都不是這樣說的 但是其實 某程度上 政方和大家打趨勢 不是就是反方最想要的結果嗎? 因為反方的論點 就是說 社會接受程度低 所以政方出來和大家打趨勢的時候 不是就是反方最想要的戰場嗎? 但是 反方就很努力地打整戰場 就是我們不應該討論趨勢 我們是不說這件事情的 那我就覺得 有一點奇怪 就是在把握的戰場上面 而反方就 今天政方就是 就是同樣地 我覺得政方反而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 在用資料或者在推進上面 那個雜訊太多 雜訊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用了很大量的資料 去證明 人權自由很重要 但是聽不到 人權自由和法禁的關係是什麼 到底他應該享受人權自由 和他在學校裡面 應不應該有法禁 這件事情 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 政方在立論上這個位 可能 可以再小心一點 然後去到台下發問 有某些Q 就可以解決 例如有一題是問 有什麼職業 應該要有相應的法禁 其實原則上 反方是很容易回答 因為他前場已經說了 反過來 是否應該去質疑 到底 為什麼 這是不是一個現實 醫生有沒有法禁 這是不是一個現實 這件事情可能會比較有效 有例如 反方問政方梁國雄的個案 其實 就算他本身的個案 純純是說 男女要一致 男女要平等 也好 其實在學校裡面 男女的衣著服飾要求 顯然是不平等 就算他出來說是 就是要把梁國雄那套 觀略的學校裡面 又有何難呢 其實對於政方來說 所以那兩條 台下發問 我覺得 在文上面 可以再尖銳一點 然後 最後的最後 就是 我覺得處理這條辯題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今天正反方 在處理這條辯題上面 都有觸及到一些 可以 對這條辯題有利的處理方法 但我覺得你們可以嘗試 分三個方向去想 第一 就是你們自己說 在實言上 到底合不合時意 這件事是怎樣去理解 在實言上 合不合時意 意思就是 到底在社會上 多人還是少人支持 在社會上 是不是越多人支持 等同於他 就是合時意 或者是不需要改變 這是第一個實言上 大家可以有個討論 第二個就是 原則性的討論 到底 在一個學校的規範裏面 在原則上 我們應不應該放寬這件事 哪怕社會 有很多人覺得 這件事不合時意 等不等同於 在原則上 我們應該或者不應該 放寬這件事 例如 有很多人可能都會覺得 其實最效果不必要 但是 在學校的情況下 到底這個原則 應不應該被放寬 即我們是討論 就算社會 有很多人覺得 最效果不必要 但是如果在學校的原則上 是合理的話 這件事是如何去取消 如何去權衡 這是第二個 開始想的方向 第三個就是 離處 到底我們去放寬 或者不放寬 這件事 合時意 或者不合時意 背後會帶來的社會成本 或者代價是什麼 例如今天 反方有嘗試去說 他就是說 如果你放寬了 你取消法感的話 其實就會令到他們的品格下降 甚至令到他們在職業上 不能夠適應到現在的社會 估物論 估物論 中間的論證 是不是很嚴謹 但其實他的方向就是想說 你取消了之後 會帶來的離處 維持會有一個離處 就是令到大家學會的品質 但是我覺得 個人覺得 這個論點原則上 好像太過大舊了 相比你手上有的資料 可以論證到的內容 所以會不會 我們去說一些適應社會規範 滿足社會期望 這件事 是不是反方很容易去論證呢 我又覺得有點困難 在這場比賽中 但我也覺得 反方已經盡力了 其實在這個辯題的設定下 那反過來 其實會不會 政方都可以淋一淋 應該這樣說 政方去講一件事 合不合事宜 是不是要完全根捉 今天反方設定的框架呢 就是反方就是說 今天我們討論合不合事宜 就要看社會接受的程度 整體的社會去決定 一個兩個學生 可不可以留長頭髮 這個背後的決定的機制 合不合理呢 我覺得是可以 例如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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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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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只是说到坊间有些质疑,然后有些家长出来说他想要发禁我,你怎么看呢? 所以如果在资料上本身的缺失是这么大的话,会不会尝试不走这个我们看趋势,看大众意见的一个方向呢? 会令到可能大家的工房会舒服一点。 但是他的评论就到这里,就交给下一位评论。 谢谢黎智欣小姐,现在有请刘冠康先生双方表演给予评语。 大家好,刚才两个评判都可能说了很多主线,我也是补充一下。 其实我最想说的一件事就是对于整场比赛的走势,我听完双方的主辩之后,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都会有几多的关于实言上是否合时宜的一个碰撞, 即是战场应该是会在实言方面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正方开出来的赤字就是说, 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对还是不对,而是说的是合时宜。 所以他两个点就是说社会上人权兴起, 他没有说过人权是否对,只是社会上人权兴起, 所以如果你不符合人权就不符合事宜了。 第二个点就是在校园里面,所有的规限都逐渐放宽。 同样地,他都没有说过这些规限放宽是对还是不对, 而是说我们有这个趋势放宽感,所以再放宽才是合时宜, 继续有法宜就不合时宜。 这个政方的立略基础是不是在于一个道德也好, 或者是道理上应言的,而是说因为社会怎样, 所以规矩应该要跟回社会怎样。 其实反方也是同意这件事, 譬如赤也说我们今天是要做一个实验的判断, 然后他的点其实都是, 那两个点都是不是一个很从道德, 或者是一个纯粹应言去看这件事, 他会说因为社会接受程度低, 同样地都是没有一个道德判断说社会接受程度低是否一件好事, 甚至乎我记得去到政方结变的时候, 他都说希望我们会看到这个自由的一日, 但是现在这一日未到, 所以我们应在合不合时宜这个判断上面, 我们的反方的判断就是不合时宜的。 反方第二个点是一样的, 就是说因为现时中学还有一个角色, 就是要去做一个社交法的。 所以呢,而且现在很多职业都有这些的dress code, 所以呢, 现在这一刻去做解除法禁, 即现在这一刻的法禁都是合时宜的, 因为我们学校是有这个社交法的角色, 同样地都是没有说到社交法这个角色是对还是不合。 那么我觉得双方好像是一个平等的, 立论的基础上面去讨论这件事, 而且好像有一条尺, 其实都是会衍生到一些交锋位, 但是整场比赛听下去, 除了在主辩, 还有少少在结辩, 因为可能是一些预备了在告件的情况下, 其实好像去到负辩, 甚至去到台下发问的时候, 好像大家都是没有再讨论这个实现的, 好像变成是很多时候都在说英语, 譬如, 正方说的自由, 开始就已经不是说, 我们现在社会对于自由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规矩应该要怎样去设计, 而是纯粹就是说, 自由是对的, 人权宣言是怎样保障, 然后就以正方自己对于自由的诠释, 去说规矩应该是怎样, 这个就会变成是抽空了合不合时的讨论, 而是这件事应不应该, 就好像跟正方自己设计说, 我们不是讨论对不对, 这件事, 我觉得会开始远离了一点, 当然你可以说, 人权宣言这件事都是这个事的一部分, 但是, 那个问题就我想跟前面评判所说的一样, 就是说人权宣言这件事, 就是你说出来一定不会有错, 但是问题是, 那究竟这件事, 人权宣言这件事这么大的, 怎样引导下去, 法禁这一个, 就是这么小的一条规矩呢, 我觉得正方是, 好像全场都没有交代过, 那结果就会变成是, 你只不过是拥抱一个其次, 一个价值, 就是自由, 然后下一样呢, 就说, 因为自由, 所以有法禁, 就没有说到那个, 是那个部分, 就是说, 怎样将这些价值, 经过社会, 经过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价值, 去, 社会的判断, 去变成一个, 我们相信的规矩,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我,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说, 为什么, 好像大家由, 主便答应了, 说会说实义, 变成后面呢, 是说英语, 嗯, 反方, 同样地, 就是说, 我说移用的那个问题, 那, 其实, 就是去到后面, 我觉得, 就是, 符合, 反方标准的一些论证呢, 就是, 譬如说, 现在社会上面, 譬如医生, 律师, 你们所说的, 都是需要有一些的, 装促义用, 装促上面的一些规矩, 那所以呢, 学校要做这个事情, 就有社会化的这个作用, 那我觉得, 在反方的推进上面, 都是继续有这个点的, 就是, 没有完全, 是, 整件事放弃了, 讨论实验的, 只讨论英诀的, 那但是, 在某些情况下, 譬如, 呃, 你们开始说, 说, 嗯, 你们开始说, 哦, 那, 疑容是代表尊重, 然后呢, 尊重本身有些什么的, 呃, 本身有些什么的好处, 那, 就是说, sorry, 就是在这里说, 哦, 医生都要有这些, 呃, 医生都要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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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 开始之后呢, 就是, 开始去到后场的位置呢, 就, 反方呢, 就没有再说, 究竟, 这个对于尊重的看法, 是, 是, 为什么, 在这个社会是一个主流, 就是, 好像又是同样的, 又是变了, 这个是, 反方对于尊重这件事, 自己的全职, 而不是, 社会, 或者是, 现在这个时势, 为什么觉得这一样东西才等于尊重, 然后, 为什么我们的法禁, 是符合回这个时势, 那, 所以就是, 整个论证的框架, 双方在主变的时候开出来呢, 就是说, 社会有这些价值, 法禁符合, 或者不符合这些价值, 所以是合时, 还是不合时, 但去到后场的时候呢, 就好像大家已经, 没有了, 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 社会有这些价值, 这件事, 就开始变了那个价值呢, 那个来源不是来自, 现在这个时势, 或者现在这个社会, 而是来自, 正反双方觉得, 呃, 我应该要有什么价值, 就好像变了一个价值判断的讨论, 那, 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觉得, 没有问题的意思是, 如果双方是, 是, 开始说这件事的时候, 那都会有交锋的, 就是说, 那正方就说, 喂,不是, 我们今天讨论是不合时, 而不是说, 应不应该, 但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 第一, 双方开出来主变, 答应了讨论这件事, 又去到后场呢, 就开始掉了,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大家开始有实现, 和英言之间的讨论的时候, 那, 我会期望在这两个层面上面, 或者是一个, 就是, 概念上面, 大家可以由一个战场, 就是说, 那究竟, 这条辩题, 是可以讨论, 去到几乎呢, 究竟是你的价值, 为何, 正方或者反方, 今场相信的这些价值, 为何对于这些价值, 是说社会的价值, 是否合时呢, 是有关系呢, 就是我觉得, 我会期望见到, 由这些多一些, 就是方法论上面的, 的争论, 或者是折强, 那去到, 去到后面都没有发生这件事, 那所以我会觉得是, 就是我对于主线, 和之后的推进呢, 我的评议很简单说的就是, 觉得, 好像主变, 双方都答应了一个实现的讨论, 但是去到后场, 就没有, 没有follow, 就好像开始就会变了一些, 就是混乱, 就是大家都在说自己的价值, 那大家有没有处理对方的价值, 对不对, 或者对方的价值, 和自己的价值, 哪个比起社会价值, 是更加相近的, 那这些讨论是没有发生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对于主线和推进的评论, 那第二, 想解释多一点自己给分的标准, 就是我自己给完分岔, 我都偷望了另外两个评判的分子, 就是我自己给完了, 那我就看到, 好像两个评判的分岔都很好, 那我的分岔我发现了, 原来都是颇大, 那我就发现了, 原来绝大部分的分岔, 都是来自台上和台下发问的, 那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 很坚持的东西, 就是台上和台下发问, 还有答问, 那个, 我觉得那个核心就是, 第一, 你要问那个, 你要问一条Q出来, 那今天好像双方, 全部问题都会问到一条Q出来, 那第二样东西就是, 就是答那个, 你是在答别人的一个问题, 那我记得之前是, 就是有些比赛说, 如果那条问题, 是有, 就是可能多个两个问句的话, 那个, 答那个呢, 是可以选择, 你要答哪一条, 但无论如何都好, 我觉得台下发问, 这个环节, 最主要那样东西就是, 你要答别人的问题, 那所以我会见到就是, 就是今天在外人分子上, 有没有很明显见到一个, 就是最大分岔上落那样东西呢, 就是, 当答问那一方, 是没有答到条问题, 而开始讲自己的东西, 或者是那些不关事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就会给一个不合计的分数, 就是, 就是9分, 我会给4分, 那这个是我自己一个, 就是被分上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习惯了, 那但是, 都提醒一帮双方, 就是可能, 其实不是每一个评判都是这样的事, 很多评判我都会见到就是, 就是, 就算, 就是可能对于这件事, 那个执着是没有那么大, 那这个是, 不同的评判的一个风格, 那我解释回自己给分的, 的用意, 套容回来这场比赛, 就是, 我印象中, 就是在, 答问那方面, 好像是得, 嗯, 就是, 双方有三次的答问, 台上台下加上, 那就是总共有六条问题, 是的, 我给分呢, 回答是合格的, 只有三条是合格的, 最后一条是刚刚合格, 那所以, 那个, 原因就是因为, 很多时候你是没有, 撿到别人的那个, 问句, 他在问什么, 可能前面他会打了一堆东西, 然后就问一堆问题, 或者是, 你在答问的时候, 你有些东西很想清, 是主线的东西, 或者是资料的东西, 但是, OK, 没问题, 但你起码要先回答别人的问题, 你才可以去, 去说, 你后面你想清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想法我都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 好像我这样的评论, 就会对于, 问句, 和真的答的那个问句, 是会比较浅着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嗯, 看一看, 哦, 嗯, 反方第二条问题, 台下, 他就说, 军人呢, 其实是不特殊的, 究竟有多特殊呢, 就是因为, 其他的, 呃, 其他的, 其他的职业呢, 都有,都有,都有, 都有发禁, 他的问题就是, 哦, 职业的移用规定, 是不是都在侵犯着他们的人权, 就是, 譬如, 军人有,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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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抄网了出来, 那, 然後, 正方的答法呢, 就是, 呃, 完全没有回答到, 就是是还是不是, 或者是对于这件事, 职业的移用规定和侵犯人权之间的关系是没有一个疏理, 就是, 我要求答问那方要有一个答案的意思, 不是说你一定要回答是, 不是或者是, 但是你要针对着那条问题你要有一个, 就是完整点的处理, 那么就会变成见到, 正方回答的就是異容是否等於尊重 就回答了另一件事,你純粹聽到異容,職業上有異容的規定 就回答了異容是否尊重,但人家不是在問這件事 人家是在問異容有規定是否已經在侵犯人 所以就會變成正方回答有個評判也有驗法 是否等於不尊重 我覺得最可惜的是我會認同你的打法,認同你的說法 但最可惜的是因為你沒有回答那個問題,我不能就這件事給分 否則別人問什麼,你是不需要回答的 然後你去到你的回答問題,就只是說你自己的 可能台下就會有多了兩分鐘的時間去推論你自己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會對問問題的人,對成員比出來的平衡不公平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給分上面會覺得如果你回答不到這條問題 我就會給你一個低的分數 對不起,我用了很大的篇文去解釋這件事 最後我想說一下兩個點評 對於技巧上兩個點評 第一就是想雙方聽話的時候 其實前面評判都說過 第一就是可能要抄了一些別人的字眼 第二就是你真的要聽一下別人有沒有打到這件事 譬如正義說了想同會分三 因為別人的頭髮標期難而打這個報告 但其實別人是沒有說什麼 去到反結別人都說出來 就說你都沒有聽的 而且被人抽水就說你是不是不尊重我 我覺得這些就是一些在戰場上面 在別人上你除了抄那個題目之外 譬如別人說異用之外 你要聽清楚別人在說這件事 它是用來論證什麼 抄題目當然是有助理 或者在你的翻證裡面拿哪一張卡出來說 或者是在打別人的時候 你好像真正在回應別人 可以直接括到別人的說法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要知道它說的這個字眼這個鍵字 不是純粹是它提及的這個字 你就打類似的東西 而是它用的這件事 真是它論證了什麼 然後你去打它整個論證的過程 否則就會變了有點打錯 那第二件事就是在推論上面 我覺得很多位 今天都好像很多不見了的東西 就是可能會 就是剛才說人權書院那件事 就是人權書院一個很大的東西 那我覺得正方有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甚至不單只是推論 是可能在資料運用上面 或者是引用資料上面 或者是一個一個手法上面 可以好一點的地方 譬如去到後 就是前場都好一點的 就講完整個人權書院是怎樣 然後就下一步就是我 所以大家都尊重人權 所以人人平等 那以後男生不可以留長頭髮 就是不尊重人權 但是去到後場 整件事就簡化了 去到一個位置就直接說 人權書院都說人人平等 學生都有這個權利 去自己選自己的頭髮 那我就會覺得 我聽完這句 如果我完全沒有對人權書院 有任何的理解 我對於這句的理解 我就會覺得是 人權書院上面 有一章是直接寫明 學生有選擇頭髮的權利 那我的理解就是 人權書院是沒有什麼 人權書院是一些比較原則性 很高級的原則 那只不過是正方 對於這個人權書院 其中一條的解讀 他覺得是這樣的 那我覺得 就是你有這個解讀 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你在 quote 的時候 就好像說到 人權書院直接有這句寫到 那我覺得這些就是 可能在資料運用上面 或者整場比賽來說 大家在推論上面 好像就會有一個 source 或者有一個氣點 然後就一下就跳進去那個結論 中間的一些論證 就好像很多時候都不見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 可以在 如果在寫過的 那件上面可以留意一下 那但是在變場 就是在一些職場反應上面 其實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要論證這件事 我究竟需要前面鋪電些什麼 我需要當然有些資料 那但是那些資料 那些資料不是 是100%配合了進去 今場的變體 這就是一條 就是比較新 或者是比較特別 就是 specific的一條變體 那所以我們怎樣 可以將這些資料去設計 然後去經過這個推論論證 去變成我的結論 我學生應該要怎樣 或者發感合理不合理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推論的過程 大家可以比較深思 可以整個多一點 那這個就是對於 技巧的兩個點評 那最後一件事就是 回到關於主線 但是剛才說的 關於主線我聽到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講一下 就是 今場沒有聽到 但是其實雙方是可以考慮的事情 也是在雙方的主線裡面 那譬如正方 在定義上面 法禁除了是說 對於法刑的一個 規範之外 也都有說 就是說有相應的懲罰 如果你不跟這個規範的話 你就會有懲罰 那我覺得可以 雙方也好 可以討論到一件事 就是合不合時宜 除了是那個規限 就是規限 就是那條規矩寫明 你應該應該怎樣 應該應該怎樣 之外 你可以討論那個懲罰 是合不合時宜 或者那個懲罰要怎樣 才是合時宜 譬如說 如果我說 你應該要不可以電話 或者是你應該要 男生頭髮不可以過耳朵 這個是那個規矩 但是 你過或者不過 那會怎樣 即如果那個規矩是 你不聽會有第一次警告 然後佛抄 然後留堂 見家長 然後踢出校 譬如整個懲罰的程序 是這樣的 然後可能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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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程序是不合時宜 你覺得 可能在某條規矩上面 應該都繼續寫著 是不可以留長頭髮 但是 最重的懲罰 可能最多只是 就是 老師說一下你 是不可以有任何 對於你的學術 學術的發展有影響的 譬如會留你課 會見家長 或者是會停學 這些事情 就是我覺得這個 都是 政方在定義法禁上面說的 就是一套制度 不單止是那套規矩 應該怎樣 而是背後的 那些懲罰的 那個機制 那我覺得是可以 討論多一點 這個機制本身 合不合適 因為我覺得 就是政方去到後場 其實可能有一些例子 資料都有一些 開始重複回前場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作為一個推進 是可以考慮這件事 那 反方 反方呢 都有一個我覺得可以做的 就是 你們覺得 法禁 是 合適 但你們其中一個說的 就是 為什麼合適 其實你們都認同 是有一個趨勢 只要你覺得那個趨勢 是沒有去到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再度去放官 或者是那個趨勢 是發展到一個位置 現在的那個法禁 其實已經是OK了 就是 可能以前是更加嚴厲的 你覺得現在已經沒有這麼嚴厲 所以已經是反映了社會 其中 反方有講過 學校不是一個 社會風氣的開創者 類似 我們是一個跟從者 我覺得 反方 反方可以說的一件事 就是 類似是一個反方案 但又不是 是在你們的標準底下 如果這樣是合適的話 那你們 預測 再下來的一個趨勢 可能幾時幾時 你會遇見到 或者是社會有些什麼條件 你才會遇見到 會再度去放寬 我覺得可以聽多一點這個 調回到論證 因為你今天不斷地聽說 我這件事是合適 是為什麼要繼續在這 但是其實同樣 你的立場是稍微一點 你的立場不是說 這個規矩一定是對的了 無論社會怎麼變都會是對的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演繹多一點 就是 其實 有些像你們傑辯所說 我都希望看到有大家 可以自由選擇發言的一天 只不過這一天還未到 我覺得反方可以說多一點 就是說 社會有些什麼條件 或者是 香港社會沒有這個條件 那其他的社會有些什麼例子 原來他們都已經準備好 所以就可以放寬法禁 但是香港現在是不行的 我覺得如果可以說多一點 這件事 會著色多一點 為什麼你那個標準 覺得今天這個法禁 是合適 是一個合理的判斷 那這個就是對雙方 就是最後對雙方 主線可以有一個延伸的 一個小小的評論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劉管鏗先生 那現在三位評判 可以在最後confirm下個分子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公佈採訪 好 那在公佈賽果之前 首先就向大家公佈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獎匡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一票為兩票 菜果為一比二 由反方天主教獲得聖宗學勝出 恭喜 是 可思議 去做 城市 最佳辯論員 是 感谢观看